孙悟空捶了阴界王 后果是可怕的 孙悟空回来之后 帮忙打了南天王 古龙那家出手削了南天王 孙悟空离开西行小队 去阴界找素星的灵魂 阴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因为孙悟空曾经死过一次 所以孙悟空能够不受阴界瘴气的影响 能够对抗阴界王 为了寻找素星 孙悟空抱捶了阴界王 阴界王就此下线 阴界王是阴界的秩序掌控着 相对而言也是对人间有贡献的 阴界王制造了大量的引路者 这些引路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引路者的职能就是 引导进入阴界的魂魄进入轮回 一旦没有了引路者 大量的魂魄会破坏阴间的秩序 如果阴间的秩序被破坏了 这也将影响人间的秩序平衡 将会给阴界和人间都带来灾难 其实阴界王并不是阴间最强大的 阴界最强大的人是九泉一孝 阴界王也仅仅是给他打工的 虽然阴界王暴虐是杀 但是九泉一孝可是个合格的管理者 九泉一孝是长居阴间之人 他才是阴界真正的秩序掌控着 原始天尊封印了奇经之后 孙悟空被原始天尊石化并揉碎 孙悟空再次到了阴间 九泉一孝担心原始天尊得到奇经 会得到颠覆性的力量 从而破坏阴界的平衡 但是九泉一孝没有战力 九泉一孝用混沌石给了孙悟空一天的生命 并送给孙悟空家传的法宝 这些法宝正好能克制原始天尊 才拖住了原始天尊